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要把装置高 寻找要平凡 我要放眼纷绕 把春光洁篮 走遍 苍翠的黄河青山 走遍 浩瀚的隔壁黄门 走遍 银河溺补的水向江南 敲向宫殿的梦幻 越过人间的礼和悲欢 越过成败的极流山川 越过新宿轮回的人火天灾 抵挡无尽的遥远 遥远 路边 无尽的遥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越上搜心 随凯族 能找出手 假极 坏 死杀 だど 一串 别闻 我怎么也没有想到 当有一天终于踏见燕王府的时候 竟会是这样的光景 我做错了吗 难道真的做错了 姐姐这般恨我 为什么 我千里迢迢来到了北平 到了你的家里 却是如此的孤独 曾经无数次的盼望 无数次的期待 就为了进这个家墓 为了和你相聚 可是今天 但我真的踏进燕王府的门地 却感到了如此猛兽 无奈 是因为你不在吗 还是因为 我真的伤了姐姐的心 伤得太深太深 我想见你 可又怕见你 我怕我抑制不住 内心的情歌 我也怕我辜负了 此行的众人 为什么 所有的一切 都会发生在我的身上 为什么所有的痛苦和不安 还有恐惧 也许都要由我和我所爱的人来承担 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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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对不起姐姐 我也没有脸在见她 我更不知道怎样面对你 也许 我本不敢来北平 撤 撤 撤 洪信 娘娘 叫马夫和护卫 我们赶紧离开北平 我们怎么刚到又走了 你怎么那么多话 我说走就走 不要惊动别人 快去 娘娘 姐姐 妹妹对不起你了 不过你放心 你的三个儿子 一定会平平安安地回来 娘娘 马车都准备好了 妹妹走了 娘娘 真的不跟徐王妃 还有燕王殿下道个别吗 不用了 走吧 慢着 妙女 你干嘛 要走吗 对啊 回京市 话都不说一句 你就要走吗 见了燕王 也不知道说哪一句 那你来干什么 你呢 你不信 她 开闪 你 早 走 不信 你 我 找不上 你 就 不信 他 手 如这 代人 不信 她 啊 真的害怕 就是这些事情 会落在我们的身上 不用怕 有我在 大不了 把这个朝廷掀翻了 燕王 你在说什么 我就是打个比喻 燕王 难道真的有反心 没有 这不是安慰你吗 你看看你 又想多了吧 我为了赶快来看你 摔成什么样子 只是为一封扫地 为什么跑得那么急 就算你舍得不见我 我能安下心不见你吗 皇上 外面天冷 快回屋吧 会冻着的 朕想一个人进警 皇后娘娘 你先下去吧 是 皇上这车要去哪里 早就想家 你再打个比喻 这车要去哪里 你先回来 我先回来 皇上 你先把女人进去 我先回来 还不过 你还不过 你先回来 我先回来 我先回来 你先回来 不要回京市了 你不要你的三个儿子了吗 我这一次来是看望姐姐的 同时 也是来劝燕王 跟朝廷重修于好的 重修于好 这话 你跟朱允文那小子说才对 不是我朱棣对朝廷怎么样 而是朝廷对我怎么样 你没看到朱允文那小子 你刚刚登基的时候所做的事情吗 没有一件是正当的 没有一件是天下归心的 先皇刚刚驾崩 他都矫诏离止 不让我们这些做儿子的奔丧 我独闯京师 他觉得金川门差点把我碎尸万段 你忘了他们是怎么把我求在了西元 你忘了我们在兵部大牢 怎么差点被剁成肉酱 你忘了那些大臣们是怎样作乱的了吗 我没忘 你没忘 你还替他说话 我不是来替他说话的 我是来替天下的百姓 恳求燕王的 恳求 恳求我什么 我只是个小小的藩王 自身难保 能为百姓做什么 我求的是燕王 能够与朝廷重修于好 放下叛逆 避免山河血剑 为天下苍生着想 谁说我有叛逆 燕王的心里没有这个想法 那自然是好的 你这次来北平 就是跟本王说这些的吗 是 你真的是跟朱英文那小子一伙的 随你怎么想吧 朱英文那小子能听你的吗 也许吧 这么说 你真的愿意做大明朝的杨贵妃 那你呢 你是安禄山 站住 站住 干什么呢 干什么呢 给我让开 听见没有 老爷我这次来北平 就是要查一查你们燕王府的 小子 讲得很呢 你们还不知道我是谁吧 我是当朝定国公 我有皇上的免死金牌 让你们瞧瞧 瞧瞧 都看好了 这大明朝就本国公也有 连你们燕王也都没有 现在知道我是谁了吧 国公爷 您怎么到这儿了 朱农将军 找他们让我进去 本国公要查查你们的燕王府 这么大的燕王府 你们是不是在私造兵器 您这说的哪儿的话 我们燕王府怎么可能会私造兵器 那让我进去查一查 这事儿我可做不了 我们燕王殿下有令 任何人不得擅自进入 那这里面一定有鬼 您要去干嘛 回我该回的地方 你不要回去 我不许你回去 你放开我 你放开我 报 启禀王爷 定国公他一定要进后花园 给我抓起来 押进牢房 是 你 你为什么要抓我哥 为什么 你们两兄妹 是为了朱允文那小子来做奸细的 我可以放你回去 你去告诉朱允文那小子 就说你姐夫朱棣在北平返了 好啊 我这儿就去 我再也不会踏进你燕王府半部 农云 我不许你走 我来了就是多余的 就是讨人闲的 就是让人说我 我是杨贵妃的 妙云 你别怪我 我是因为太在偶迷了 我的心太痛了 所以才说了不该说的 你知不知道 我的心有多疼 你是不是非要我把心掏出来 一并带到京师去 这世上如果没有你的话 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看来国公爷 是真的要查燕王府半部 我的后花园了 不是本国公要查 是皇上要查 你看 抗旨嘛 那皇上的圣旨呢 我有皇上口语 口语 这不也是 嘀咕嘀咕啥呢 瞧瞧你们燕王府的人 一个个 鬼鬼祟祟的 你们瞒得过别人 可瞒不过我 顶国公 那就让国公爷 进去看看吧 没鬼 还怕打鬼的钟馗吗 国公爷 请 这还像个样 拿着 国公爷 您看这儿是个兵器空 不急不急 本国公肯定能找出点东西来 这儿 什么地方 好 混账东西 你们想造反哪 国公爷 对不住了 拿下 你 走 走 走 老实点 混蛋 你们可推老子 快叫朱棣过来 还得朱棣过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腰胯合一 出枪要有力 再来一遍 一 二 你说什么 你给我回家暖杯万差不多 这荒郊野外大风沙的 真可惜了体神细皮嫩肉了 停 你 出来 你不服是不是 不服 咱俩比比 比就比 不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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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出来 我打到他服为止 一支没有尊严和纪律的队伍 要死 怎么打仗 怎么重逢现阵 你们不要以为 当兵就是混口饭吃 看看你们现在的样子 还没有上战场 就已经全部溃败了 都给我打起精神来 明白吗 明白 别打 大声一点 别打 给王妃熬熬呢 娘娘来了 来 让我来 娘娘 这是下人干的活 可能要见一个时辰 奴婢爬脏了您的手 不要这样说 我这也是给我姐姐尽点心意 好 奴婢下去了 好 夫人 殿下 你的脸怎么了 受伤了 没事 擦破点皮 你怎么样 还好吧 我听翠玉说 你天没亮就回来了 我先去了妙云那边 妙云她难得来一次 你去看看她也是应该的 夫人 你别多想 我怎么会多想 她可是我的亲妹妹 我还能怎么样 当时我说要娶她 你不是也答应过我吗 我什么时候不答应了 只是这个妹妹 这一次 倒是真的把我的心给伤了 或许她有自己的难处 我的兄长呢 她能干什么呀 还不是到处在晃悠吗 你放心 我都安排好了 昨天晚上 我跟妙云吵了一架 我对她的父母 有什么时候 她和妙云吵了 她的父母 这次是一位 那她是个伤害 她的父母 也那她是个伤害 她的父母 不如 今天晚上的季风宴 就改成你们的成婚酒吧 什么 这件事情 也等了这么多年了 要是再蹉跎下去 又不知道该发生什么事情了 你看我妹妹的年纪啊 也是不小了 可是 怎么了 你是不愿意娶我妹妹吗 你不愿意娶我妹妹吗 你不愿意娶我妹妹吗 那倒不是 只是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怕惹个毛了朱宇文的小财 她正好有借口 血汗 可她们不是都在骂我妹妹是杨贵妃吗 既然她们都说她是个祸害 那我们就把她留在北平 国家在乱 家世在南 我们之间的感情是减不断的 你 也别因为刚刚我说了几句 你都不愿意娶我 我珍贴你说 你明天也有此理 那我们都不愿意娶我 正好 那你朝有四个月的帮女人 我怎么打架 是在山堂 accomplishments 我最安心的 姐姐 快坐 一会儿 听着由我来 怎么办 我来 胡佛 你呀 你人还是었다 你自己 也不帮回来 我一定会把外侍们接回来 不然 我也无礼面对你了 先不喝药 我有话要跟你说 你先下去吧 是 你说 我问你 你这一次来北平 除了来探我的病 还有别的意思吗 就是想让燕王和朝廷 重修于好 这个我昨天就已经听过了 就是想让燕王和朝廷 不要启重国家大事 姐姐根本就不想听 我问你一句 你愿意留在北平吗 姐姐 你和燕王情投意合这么多年 我也是没有尽到做姐姐的责任 其实早些年 就应该把你接到北平来了 你不用不好意思 如果姐姐真的介意 也就不会让你和燕王 同在一个屋檐下了 你谁是现在的 那股票 那股票 你是不是 稳了 我手达到 你僕家 要得到 我下誊 你不会 这人 不如嫁到燕王府来吧 不可以 万万不可以 怎么了 你不愿意嫁给燕王 没有 其实能嫁到燕王府来 是妹妹多年的心愿 可以和姐姐燕王生活在一起 该有多好 只是 这一次我是带着任务来的 我若是一去不返 没有办法向皇上交代 刑文帝手下那么多大臣 他需要你一个女子为他操心吗 再说了 他身边的人怎么骂你 怎么说你的 我早就有所耳闻了 你这样回去 也未必有好日子过 这个我知道 姐姐 亦是真心实意地为你着想 你要是真的跟了燕王 你们两个在一起情投意合 她是绝不会亏待你的 你再想想 现在朝廷逼得紧 也是燕王难过的时候 你还可以在她身边抚慰她呢 真的不是妙云不愿意 而是 实在是没有办法 难道你宁愿站在剑文身边 也不愿意陪着燕王吗 不是的 要是燕王知道 你不愿意嫁给她 还不知道她该怎么想呢 看来我这个媒人 也是多嘴了 我说是无不愿意的 才是无不愿意的 您应该是无不愿意的 也不愿意的 有点 我依然不愿意 我希望看到你一家人 平平安安 快快乐乐 我才能真正地快乐 我若真的不回去 朝廷必然嫌弃轩轩大波 别说是三个外手 就是燕王和燕王府也会有危险 皇后娘娘急忙召老臣进宫 不知有何事吩咐 秦大人是不是正苦于找不到把柄 削翻燕王啊 这 秦大人 本宫又不是燕王的什么红颜眷属 用不着对我这么提防吧 是 皇后娘娘动若观火 老臣也就没什么可隐瞒的了 燕王早有谋反之心 是朝廷的一大隐患 可皇上心肠慈软 屡次都下不了决心治燕王 现在北平的势力还不算强大 朝廷拿它相对容易 如果错事良机将来必成祸乱啊 本宫倒有一计 可以立马让皇上除掉燕王 皇后娘娘有什么妙计啊 燕王的那个老乡好 不是刚刚去了北平了吗 正是 那齐大人就在宫外下点功夫 宣传宣传 就说徐太妃一句不反了 和那个燕王 结为秦晋之好的 事可忍孰不可忍 藩王居然强霸了当朝的皇太妃 这可是有违祖制有辱朝纲的大罪 有杀勇宣传成的 这些人在对皇上 尽可以自己敬你 王就逃杀掉了 尽不得她 就是一个的 舍打算 即怀 这就是它的成功 不敢有胆关押 当仇定国公啊 你是谋反了 你是大逆不道 朱棣 你给我出来 朱棣 有云 你把我哥弄到哪里去了 没事 你不用担心 他是我大舅子 我能把他怎么样啊 他说要到处转转 我就派人陪着他到处转转 你 你这是干什么 还是要走啊 我正想问你呢 你为什么不嫁给我 这到底是为什么 为什么 放开我 你先告诉我 你放开我 我不能嫁给你 为什么 我辛辛苦苦等了这么多年 就是等到今天把你娶进门的 为什么不可以 难道你不盼望着 还是你变心了 随你怎么想吧 娘娘 你进来干吗 出去 难道你的心 已经偏向朱宇文那小子了吗 我的心只有一颗 很多年前就给了殿下 那为什么你姐姐要成全我们 你却不愿意嫁给我 你不想做我的女人吗 我愿意 但是我不敢 也不能 你有什么不敢的 我不想成为红颜祸水 你是我心爱的女人 怎么会变成红颜祸水呢 如果我这样做了 朝廷不会放过我 也不会放过你 我才不管朝廷 我也不会管朱宇文那个小子 我要娶你 那是天经地义 没有人可以阻止我的 朝廷也不可以阻止我 我现在唯一能做的 就是赶回京市 把你的三个儿子放回来的 是我自己送我的儿子去做了人质 你不必费心 殿下 你又何苦跟我说这样的话呢 朱宇文他不会对他们怎么样的 他厌弃过他们 而且高绪犯事的时候 他还为他平反了 那是因为有我在 现在朝中的大臣 对北平的怨气还没有消 我若留下 正好给他们找到借口 在皇上面前煽风点火 到时候 不光是你的三个儿子 令殿下你也会有危险 再说 我是来劝和的 我不能成为事情的祸端 这一点 殿下你应该比我更清楚吧 真的不是你要赢不降临 是身不由己 说到底 还是我朱棣无用的 燕王 你可不要这样说 我真的害怕 你这一去 再见你 都不只是和你和你和你 和杨阳天下相比 我们的感情又算得了什么 不过我是沧海一宿罢了 我徐妙云不想成为罪人 我徐妙云不想成为罪人 更不想撬动天下的太平 皇上 臣主张立即发兵被平 捉拿并问罪燕王 皇上 事可忍孰不可忍 燕王娶徐太妃 那就是犯了 犹辱龙庭威严的大罪 皇上 燕王谋反之心 蠢蠢欲动 这次又戒题发挥 直接使朝廷难堪 如果皇上一再忍让 那燕王肯定会更加嚣张 那朕就要看看 他到底还能嚣张到什么时候 不排除燕王野心膨胀 有直逼龙庭的可能 可是燕王为何要如此 朕平日待他也不保啊 他怎么会这样做呢 请皇上即刻下旨 请皇上下旨 薛番燕王 好 那朕就下旨 朕就命令李锦龙率兵北上 皇上 万万不可 左都督 你这是干什么 皇上 派我大哥和小妹北上劝和 他们人还未回 皇上切不可听他人一面之词 突然发兵北上啊 徐增兽 你不要狡辩 你和你那些叛变投敌 祸过殃民的兄妹是一伙的 你胡说 老臣齐奏皇上 应该捉拿徐增兽 防止朝廷小人作乱 皇上 皇上 在故事就代替你 你这些以后 是不罪到 乃 快 我身为徐太妃娘娘的亲戈 我都不知道自己的妹子要嫁给燕王 而你们这些朝中大臣 怎么会先知道的呢 你 皇上 臣有一件意 请皇上不妨采纳 你说 什么建议 臣愿自当人治 如果他们当真留在北平不归 微臣甘愿受皇上的惩罚 皇上 他这是圈套 这是徐家兄妹的圈套 皇上 万万不可相信哪 皇上 希望皇上给我大哥和小妹 七天的时间 若七天以后 大哥和小妹仍不回京师 臣愿自断头颅 皇上 臣建议立刻发兵 不能给燕王谋反备军的时间 朕料想燕王朱棣 他应该不会耍什么花样吧 皇上 万一燕王朱棣 逼迫徐太妃娘娘嫁给他 就算徐太妃娘娘不愿意 但人到了那边 又能怎么办 不管怎么说 这个燕王都是犯了死罪 皇上 仁慈啊 皇上就给我大哥和小妹 七天的时间 七天之后 朕想自然间分享 到时候 他们当真留在北平 皇上就派人拎着臣的头颅 到燕王府去 朕就决定了 朕就给你七天的时间 七 如果七天之内 太妃娘娘还不肯回的话 那朕就率兵北上 亲自带兵攻进北平 谢皇上 皇上 快 快马加鞭 急告燕王府 让徐太妃娘娘和定国公 即刻南下回京 要出大事了 出大事了 不认识 殿下 我在京师的时候 听高绪说 你正在招兵买马 韬光养晦 这事可是真的 这怎么可能啊 一定是高绪这傻孩子 瞎说的 高绪有什么必要 对我瞎说呢 这种事情又不是儿戏 殿下 眼边还是要嘱咐一句 在这个节骨眼儿上 殿下 不要相信任何人 这燕王府的动静 谷北口的练兵 绝不能透露给任何人 哪怕 是您曾经最亲信的 姚云 你也不想一想 这事可能吗 我为什么要这样 而且 我就那么一点点兵马 我能反吗 那你为什么拒绝了 皇上的好意呢 为什么不去朝廷 做左丞相坚果呢 这可是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的职位 妙云 本王身居北平 管辖着所有的军政要领 我还求什么呢 再说 我去了京师 真的做了丞相兼顾 他们就不说我了吗 他们一样会说我朱棣 就是携天子以令诸侯的曹蒙德 难道我要把自己 放到火炉上去烤吗 天下无人知我 天下无人知我 更何况 现在你也这么想 我真是无话可说了 没有就好 只要燕王没有反省 朝廷就无事 天下就太平了 只怕朱允文那小子 他逼得我无路可走 不会的 你怎么知道 我会劝他 说到底 你还是和朱允文一会儿的 其实燕王 没有必要对我说这样的话 我的心向着谁在哪里 你应该最清楚 我若贪图荣华富贵 移情别恋 今天还会来北平吗 你燕王的生死 荣衰 我至于像这样 日日压在我的胸口 让我喘不过气来吗 妙云 其实 妙云别无他求 只求燕王 燕王府平平安安 团团圆圆 仅此而已 难道你真的愿意 待在深宫之中吗 你年纪轻轻 就甘愿做了未亡人吗 难道你真的愿意 老死在宫中吗 我不愿意 但是我认命 有朝一日 我若真的反了 我也是为了改变你的命运 而去反的 燕王 万万不可 不值得 我不值得 你值得 我认为值得 你就值得 你忘了我 忘了我吧 你忘了我吧 我忘不掉 妙云 你不知道这几天以来 恐惧压得我透不过气来 我一直在担心 你和朱允文的关系 你是不是向着朝廷了 难道外头那些流言 殿下也会相信吗 如果是为了朝廷 我可以原谅你的 可是如果你把真心 全都交给了朱允文那小子 我就会杀了你 连那个小子一起杀了 我们并没有 这世上难道有比身居宫中 长夜难免 思念殿下你 更让人绝望了是吗 你真是让我心痛 心痛到无法呼吸 不管将来是天涯相隔 不管将来是天涯相隔 还是兵戎相鸡 我要你做我的女人 我要你永远都做我朱棣的女人 我一直都是 妙云 不可以 殿下 妙云 我要你的人 我要你的心 我要你成为我朱棣的女人 不行 真的不行 燕王 你不愿意 姐姐还在病状 你troep 你怎么曾经 我 殿下 道引大师来了 在前殿等着您呢 娘娘 我是不是又做错了什么 为什么 我一面对他 就不知道该做什么 竹笛 你个混账的东西啊 给我弄点吃 来 你把本国公饿坏了 我以后还怎么向朝廷效力呢 朱棣 你敢管你大舅子 真是朱棣 给我出来 朱棣 徐太妃娘娘五更天的时候 就离开了 朱棣 姐姐 妙云不辞而别 皆因相见时难 别离也难 只好情如陆远 摇助姐姐的病体早日康复 媚太女儿宁国 负了亲情无数 曾欲巾国不让须眉 也为将们增辉天色 去阴云与京师 斜阳辉至北平 化干戈为玉帛 免恩仇为一孝 然北平一醒 让妹子忙着 天下者 男人知天下 女人如画如草 阻挡不了男人的烽火雷天 但妹子已经答应姐姐 三位王子 不日将去于姐的床前 念想姐姐康复如初 指日可待 但妹子也劝姐和燕王一举 纵秀 未必谦逊 于千万点 也难买荣荣炊矣 吉祥平安 主要违背刚才 存心反弹 以卵基石 弄巧成肿 令千夫所指 万人唾弃 陷入青史 却遗臭万年 纵得天下 有何之在 美妙宇寇拜姐姐 妙宇 妙宇 佛寓 佛寗 在滚滚的烟波 一切是是非非 穿刻着会愈合共过 一切能源远 先化作人间的烟火 先化作人间的烟火 把星月都换了 留给梦中的人 把荣耀和情仇 留给勇敢的人 把岁月和欢乐 留给梦中的人 把微笑的情 涅槃的爱 留给梦中的黄泊 把岁月和欢乐 留给梦中的人 把荣耀和情仇 留给勇敢的人 把岁月的欢乐 把岁月和欢乐 留给梦中的人 把微笑的情 涅槃的爱 留给梦中的人 留给梦中的黄泊 在梦中的人 我 我 我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